我很想知道 就是說當我們去關心地方上 或是自己周邊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會預設立場 那當我們去做公民記者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把這要不要預設立場列入考慮 還有我們需不需要做一個很公正的報導 或是做一個什麼樣的報導 才是一個公民記者應該有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應該要從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去做報導 我們去做報導的目的 我們希望他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就問 就是說因為我們關心 所以難免會有預設立場的問題 那可是做一個記者 據我所知道應該是屬於一個公正的 沒有預設立場的 那這兩種中間會不會有衝突 那我們再做一個公民記者 你覺得會有衝突 沒有 我說當我們在做一個記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拋棄掉我們的預設立場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去主張我們的預設立場 然後去做這個報導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說藍綠立場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偏藍的記者 然後我去採訪一個什麼場合 藍的立委講什麼 綠的立委講什麼 我是偏藍的啊 我要怎麼樣去呈現這兩邊的說 難免會有一些 假如 因為我是偏藍的 這個綠的這個在講什麼 不說一通 可是萬一真的講的有道理呢 你的預設立場 自己站不站得住 你是不是覺得說 說因為他是綠的 所以他講的就不對 還是說你的預設立場說 雖然我支持藍的 可是我的報導裡面 我是不是那個說法要併成 對不對 說法併成 然後我有沒有辦法再去多追一點 因為 因為就是說 教科書上一定說 你要平衡報導 對不對 可是平衡報導 不是說他們講什麼 一個說好 一個說不好 你把它兩個寫出來 就叫平衡報導 可是常常我們看到的報導 就是這樣 這個叫平衡報導 不是這樣子 我們有沒有辦法 再去多追一下 他為什麼要說好 然後他為什麼要說不好 你有辦法再多追一下 你的報導裡面呈現出來更多的 而不是只到說 對 懶得說好 遇得說不好 這樣就叫 結束了 這叫平衡報導 因為剛剛好奇寶寶 他提到的說 他都是只是攝影 他沒有做訪問 那所以才會引發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只是做攝影 而沒有做訪問 沒有做追蹤的這種訪問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探討 為什麼你這樣會這樣 你覺得 而且我覺得是這樣子 常常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的意見 假設 我舉例好了 譬如說 石雕公園 剛剛的意思 石雕公園要移樹蓋開樹手 假設我本身 我是一個很愛樹的人 然後他要移樹 我就 我就開始 開始報導 對不對 開始報導 那 那有些人為什麼 會贊成 我說居民喔 為什麼會贊成 在開樹手好啊 治安好啊 對不對 那你這些人的東西 你都不報嗎 因為我有預設立場 我覺得移樹不好啊 那所以這些人的講法 我都不進來嗎 對不對 那 變成說 在這個報導裡面 都看到裡面導的聲音啊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報導 就會有這樣的缺點 我不能講每一篇都有 可是 我有沒有去採訪到 反對的 我後來回頭去看我的報導的時候 因為 那時候 站成人都不敢講 因為怕犯眾怒 就 已經在移樹了啊 大家都說 你移樹我要這邊運動 你移樹不好啊 站成人沒有聲音啊 都 或是說不來公園 或是說你問他 嗯嗯嗯嗯 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你問不到 贊成人的意見 啊可是有一個東西就是 因為他們 在現場連署之外 他們就跑去憲政五層請 台北憲政五層請 那就有官員的說法 農業局啊 城鄉局啊 那我就拍啊 然後他們講一些重點 我就把它拉出來 那個 這樣也算平衡報導吧 對不對 也算平衡報導 可是 其實我還想更 更 做更多的 這些城鄉局 農業局 他們講的有沒有稻米啊 可是 我有沒有辦法 再去多 拿到一些 資料 我們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 我們在講 資訊公開法 可是我常常從公交 我們要不到的東西 甚至 甚至那個 設計圖他也 願意給你 所以你即使努力 要去多做一點 深入的東西 也有困難 就是 反正你 你努力啦 做到哪裡就 就先到哪裡這樣 然後再 再想辦法 我們其他的管道 其實 其實 我當時 如果要去訪問他們 他們也不會接受我的訪問 為什麼呢 他們說 那個小姐 都是為反對的啦 不要跟大家講 所以 所以 我就是 想要說 我就是想要說 也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說 這個小姐就是那個 為反對而反對的 我一陣去 去那個里長辦公室 他們就這樣說 可是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人家為什麼會說 你是為反對而反對 當你假如是一個記者 譬如說你一個電視台的記者來拍 人家會說 這個記者都是為反對而反對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 我不清楚 那個過程到底怎麼樣 我不清楚 可是 為什麼會走到 最後人家說 這個人就是會反對 我反對我說 我不讓你猜 會不會這樣的問題 好 讓他問問 又想要進入一下 就是這樣 我剛才會講說